大家好,我是李医师 还记得小时候奶奶给冲的蛋花汤吗? 开水冲鸡蛋呢,其实也是一道营养餐 它可以帮助身体补充能量 还能够养胃、降火、健脑、抑制、营养价值挺高的 而且开水冲鸡蛋呢,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也许大家记得小时候咽喉肿痛的厉害 奶奶呢,会给逛几天加了白糖的葱鸡蛋 结果咽喉呢,就真的不再痛了 这其实是利用了鸡蛋能够退虚热、除防热的功效 在明代医书《医学日门》中说到 鸡蛋生脚日药,能除防热、后快蛋煮 能雀痰、润身、养胃、益心血 而且在《三寒论》中也提到 蛋黄可以补中气、生化阴血 养得是肺胜之阴 由此可见呢,开水冲鸡蛋是非常适合干燥的秋天使用的 医师建议大家呢,每天早上冲一碗 吃的时候呢,还可以撒上一些糖 喜欢咸口的,也可以放点盐 最后呢,再滴上几滴香油会更好吃 不过,如果您有肺燥、肝咳、扫痰、酒咳不育 比肝出血、咽喉血肿等情况 又或者呢,防燥、倒汗、手脚心发热 脸蛋红红的、蛇红扫金或扫胎 医师就建议您呢,在冲鸡蛋的时候加点百合 做一碗百合鸡子汤 这个百合鸡子汤呢,是金贵压列中的饭子 天气干燥的时候,最适合喝 另外,冰后荫叶耗山 心神不灵的人,也适合喝 那这个百合鸡子汤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准备材料 钢百合30克,鸡蛋一个 然后将钢百合洗净 放入砂锅内,加水 大火烧开后呢,在小火煮40分钟 然后呢,加一个鸡蛋黄,搅匀 煮沸后,再加入适量的冰糖调味即可 这其中呢,百合日肺胆筋 能够用肺气、定打气 灵心安神、灵神明清爽 可以帮助身体恢复天清地明 阴阳和和的格局 鸡蛋黄呢,能够养血、滋阴 而用冰糖能够用心肺、解燥热、沥烟生金 对肺胶咳嗽、干渴无糖都有缓解的作用 白合、鸡蛋黄、冰糖搭配在一起煮 滋润心肺、易阴阳血 是秋天必备的汤根 好了,朋友们 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你医师点赞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